近日有网友上传一段视频 在无锡一家面包连锁店的玻璃柜里 一只硕鼠堂而皇之的爬来爬去逍遥自在 随后有面包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公司还在对硕鼠事件的具体原因做进一步调查 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公司也正在那个正常了 我们这边都有固定了电视的试杀 但是就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想听出 我们也在等您的试杀绝试